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现在 泉州人还利用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海上人工养殖 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这些富有地域特色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 都吸引着我们一定要到那里去看一看 寻谱社区 美于晋江与东海交汇处 过去称作寻谱村 这里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从唐代开始 大量货物从此地装传出发 沿着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 也有很多来自国外的商人来到这里 带来了他们的商品 服饰和生活习惯 与当地人互相融合 就形成了独特的寻谱女服饰文化 在寻谱社区 还有一样东西让我们记者大开眼界 那就是用牡蠣壳建造的房子 在当地 这种用牡蠣壳盖的房子被称为 磕壳错 在闽南语中 错就是房屋的意思 白色的牡蠣壳砌墙 配上花钢盐墙机 再用红砖砌成窗框 墙面颜色简单明快而又美观 黄老师告诉小林 住在用牡蠣壳建成的房子里 冬暖夏凉 非常舒适 沿海一带的海风带有盐分 红砖易受腐蚀 而用牡蠣壳做成的墙体 不易腐蚀 也不渗水 所以当地有一种说法叫做 千年砖万年科 在熏浦附近的海域 过去盛产牡蠣 不过近几十年来 由于国度捕捞 野生的牡蠣是越来越少 不过黄晨告诉我们记者 在泉州市下辖的石狮市 有一个大型的牡蠣养殖基地 第二天上午 我们记者就来到这里 认识了石狮市 渔业局海洋渔业发展中心的 宋传副主任 今天天气非常好 晴空万里 比海之上 白色的浮阀开裂整齐 浮阀下面 就是人工养殖的牡蠣 可以看得非常清晰 天气特别好 水面很漂亮 看得很清楚 我们把它捞一段下来 为了让记者观察得更加仔细 宋主任用镰刀割下一串牡蠣 看到这么鲜活漂亮的牡蠣 小林顿时就兴奋起来 看看看看 大家看看这一串一串的 太好看了 而且颜色在太阳的照射下 非常的亮丽 我能掰下来一个看看吗 可以 小心 为什么这么硬 它本身就是固着的 一身都固着在上面 所以比较牢固 是吗 我这个卷脾气还就受不了了 试一下 好嘞 这使了多大的劲 这个看看我手完了划痕 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小林终于成功掰下一只牡蠣 宋主任告诉小林 贝类的生活方式 有固着 附着 游动 寄生等类型 牡蠣是属于固着型贝类 它在养殖罚架上固着的很牢固 说明这批牡蠣生命力旺盛 质量上乘 这个牡蠣是大概养了多长时间 养了半年了 现在都可以上市 对 我把那个跳起来看一下 好 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 宋主任特意用镰刀撬开一只牡蠣 现场实验 不过 这牡蠣看上去 个头并不是很大 它真的会像宋主任所说的那样 质量会非常好吗 来看一下 这个牡蠣的个头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这里面它的肉 牡蠣肉还是非常饱满的 而且颜色也是奶白色的 说明咱这个水里面 有关于牡蠣它所吃的这些食物 还是非常丰盛的对吧 对 还是有保障的 牡蠣又叫生蠔 是一种常见的贝壳类海产品 在我国沿海 从南到北皆有出产 但牡蠣就像葡萄酒一样 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 牡蠣的品质也有很大差别 所以牡蠣经常以生活环境和产地来命名 比如欧洲牡蠣 熊本牡蠣等 在生虎外养殖的这种牡蠣 是眼尖的葡萄牡蠣 法式养殖的牡蠣 都是一条一条的护苗绳 平挂在我们的法式绳子上去的 那这个苗怎么来的呢 因为我们养的牡蠣 一年四季都有苗 但是主要集中在春季跟秋季 春季和秋季 就是每年的四到五月份 跟每年的八到十月份 是我们的主要的那个采苗期养殖户 利用这段时间把我们的护苗绳放在那个低潮区 进行海上的天然的护苗 养殖户用巨蚁绳作为护苗器进行护苗 当每条绳子上附有二十个左右牡蠣的幼体 就把护苗绳平挂到养殖发架 牡蠣就开始自由生长 在不同的生长环境下 牡蠣的形状也有所不同 宋忠我发现它这个每一个牡蠣 好像都长得不一样 是不太规则 但是有个共同的规律 它都是那个左壳大右壳小 它用它的左壳固定在我们的护苗器上面 就大一点的 对 右边右壳的比较小 就来盖住它里面的那个软体布 就是它的肉部 牡蠣属于固作型贝类 喜欢栖息于潮间带和潮下带潜水或避风水域 一般用下壳附着于海边礁石或潜海的坚硬物体上 壳微微粘开时 绿石海水中细小的浮游动物 硅藻和游击碎屑 但这些牡蠣的食物 人类用肉眼无法看到 就是从我眼前看到就感觉它的密度还是蛮大的 那这样的话它水里的食物够它吃的吗 我们根据我们的海区它的生物的含量 我们要合理地区化它的一个区架 区与区之间的距离 罚架与罚架之间的距离 来合理地规划它的那个伸展的密度 目前来讲应该说我们这个海区里面含有的浮游生物 是完全是可以让我们这些牡蠣 在这里健康地伸展的 宋主人说 当地海洋与游业局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这里的海水进行检测 一方面检测海水里浮游生物的含量 以保证牡蠣有足够多的食物 另外一方面就是检测水质 是否受到种接触污染 为了一方万一 它们还会定期对牡蠣肉进行化验 我们如果牡蠣肉打开以后 看见它的外套膜 它的软体布如果出现了蓝色 蓝色 我们就判定它是属于重金属当中的铜 超标了 含量过高 含量过高 包括一些其他的重金属 所以我们要定期的 对我们牡蠣肉也要定期的进行化验 进行检测 水质也要进行定期的分析 判定我们这个海区是否正常 牡蠣对生活的水体环境要求比较高 如果海水出现污染 牡蠣就会大批死亡 为了向记者展示这里的水有多清澈 宋主任特意用矿泉水瓶装了一瓶海水 小弟看 我们这个水多清 天哪 看看就跟那个矿泉水是一模一样的 特别的清澈 如果不知道的话 这一口喝下去 还真以为我觉得是矿泉水呢 其实是海水 为什么会这么轻啊 这个海水 我们这个生物汪啊 这个水质比较优良 海水的水质经过测定 是达到二类水质标准 是可以进行正常的水产养殖的 宋主任告诉记者 海水中虽然看上去十分清澈 什么都没有 实际上里面含有丰富的微生物 尤其是在涨潮或落潮时 海水经过充分交换 会给牡蠣带来大量食物 深湖湾优良的水质和海域环境 为牡蠣的品质提供了保障 并采用罚架式的养殖方式 还能有效地避开天敌的攻击 传统的养殖方式上面牡蠣啊 天敌有那个海星啊 有寄居蟹啊 有一些螺啊 它会把那个牡蠣壳 那个掰开 把里面的肉 把我们的肉吃掉了 哦 您指的那个传统的养殖方式 是不是就是在岩石礁上 岩石礁上 还有我们的贪图上面 那个底波的养殖 哦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种养殖方式啊 利用这样一个水层 平挂着 我们最大限度地 减少了我们这样一个天敌 对对 一些海星啊什么的 根本就够不到了 对对对 都没办法游到这边来 把吃掉我们的牡蠣肉 牡蠣经过五六个月的自由生长 体重达到一百克以上 就可以分批上市销售 牡蠣的营养价值很高 钙含量接近牛奶的一倍 铁含量为牛奶的二十一倍 所以被称为海底牛奶 另外牡蠣还含有丰富的鲜 是所有食物中含鲜量最高的 牡蠣的吃法有很多 在泉州市泉港区 牡蠣被做成一种 非常有特色的地方美食 叫福果 为什么要叫福果呀 之前是我们当地话 缅男话嘛 就是叫做普贱嘛 然后这两个字是上不了台面嘛 我后来就把它命名成福果嘛 就是意义就是富果强灭嘛 眼前这位小伙子叫庄培兵 别看年纪不大 但他从开始集市的时候起 就开始学着做福果 庄培兵的父亲 爷爷 以及爷爷的爷爷 都是以做福果为生 他们家做的梅兰福果 在当地交友名气 还申请了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福果的造型非常奇特 看上去很像一朵梅花 为什么要选用这个梅花的花瓣 做这个模型呢 这个因为我们种海力的人嘛 比较辛苦嘛 然后跟梅花 有梅花一样的品质嘛 哦 它也是同样有一个 这样的寓意在里面 对对对 好 那我接下来就尝一下哈 它这个外表看起来 它是金黄色的已经炸成了 感觉它应该吃起来 是那种脆脆的吧 没错 我先猜测一下 我现在尝一下 嗯 再试试 它是外焦里嫩的 是 然后我吃下去第一口 你就能够看到 全都是满满的牡蛎肉在里面 福果外焦里嫩 保留了牡蛎肉自然的鲜味 小林吃的是不亦乐乎 这道美食究竟是如何做成的呢 先将牡蛎肉洗净 控水 瘦肉用酱油和食盐腌好备用 然后将南瓜卷心菜 将切成丝放在盆内 加地瓜粉和葱花 再加适量清水和食盐 搅拌成 稠稀适中的糊状 当地人称之为 福果糊 炒锅上火 加适量花生油 烧热以后 在母鱼里加适量福果糊 在福果糊上 放适量精肉和牡蛎肉 上面再加适量福果糊 放入热油中 炸至金黄色 取出即可 吃完香脆可口的福果 小林海已犹未尽 继续在泉州的美食探索之旅 庄培冰告诉记者 在泉港区 还有一个人 对烹饪牡蛎菜肴非常有研究 他就是经营海上瑜伽餐厅的 萧宗耀 随后在庄培冰的指引下 我们记者就来到了萧丑村 找到了这家 漂浮在海上的瑜伽餐厅 听说我们记者 来探寻地道的泉州美食 小老板决定亲自下厨 给我们做几道拿手菜 小大哥 像这样的牡蛎 在市场上应该怎么去挑选呢 像这种牡蛎就比较大了 这个大 这个文艺啊 这个方面都比较大一点 像这种的比较豐满了 您是指它这个一层一层的纹路吗 对 它是比较多 就证明它长的时间比较久 对 那这个里面的肉呢 如果撬开之后 怎么样去看到 里面有点水分 里面就卤白色的 卤白 还带有一点水分 肖宗耀告诉记者 如果直接买牡蛎肉 就要挑选那种看上去比较光亮 颜色橙如白色的牡蛎肉 如果颜色比较暗淡 或者牡蛎肉有点肿胀 那估计是放置了很长时间 不是新鲜的牡蛎了 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区分 很多人喜欢生吃牡蛎 到底能不能生吃牡蛎 可以 可以 那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搞干净的 新鲜的 另外你有点蘸蘸醋了 柠檬汁了 还有芥末什么 老醋 蘸着吃 配在一起吃 蘸 蘸着吃 柠檬汁和醋 能起到一定的杀菌效果 所以这样吃起来会比较放心 但肖大哥也说了 牡蛎营养价值虽然很高 但体含者不宜多吃 尤其不宜生吃 在泉州 牡蛎的做法有很多 今天肖大哥打算 叫小林做一道非常普通的美食 柯仔煎 不过做法跟其他地方略有不同 肖大哥咱开始做吧 行 好 先放油是吧 先放点油 油烧热以后 用葱姜蒜爆过 然后放少许猪肉 翻炒 再放入胡萝卜丝 卷心菜和蒜苗进行翻炒 等菜变满之后 再放入牡蛎肉 炒至半熟 加姜汁 黄酒 酱油 最后将地瓜粉加清水调成糊状 倒入锅中 大概放多少呢 小火炒至灰色 加盐出锅即可 品尝完美味的柯仔煎 我们的记者很快被另一道美食深深的吸引了 而制作这道美食的食材就是真雕 真雕是一种怎样的鱼呢 它能做出怎样的美味呢 不要走开 农广天地 马上回来 前面这道用泉州做法制作而成的柯仔煎 的确跟其他地方的做法有不小的差别 颜色看上去虽然并不是很光鲜亮丽 但吃起来味道非常鲜美 除了柯仔煎之外 萧老板的海上餐厅还有一道清蒸真雕鱼 也非常有特色 真的是这样吗 清蒸真雕的做法非常简单 先将处理好的真雕在鱼体上划几刀 然后加葱段 蒜片 姜片 枸杞等调料 上炉蒸六分钟后 取出 在鱼体上均匀撒上葱丝 辣椒丝和蒸鱼尺油 然后再浇上热油即可 小松药经营的海上餐厅后面是包厢 前面就是一排排网箱 里面养满了炉鱼 蒸鱼 石斑鱼等各种鱼类 食客们吃到的鱼 都是直接从网箱里捞上来 直接宰杀烧制 所以非常新鲜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的记者小林再次来到这里 看看深受食客欢迎的蒸鱼 究竟是如何养成的 小老师您喂蒸鱼的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小杂鱼 小杂鱼 它吃这个是吗 对 一般都吃这个 您的这些小杂鱼是从哪弄来的呀 这附近的移民捕捞过来的 这个我很好奇啊 小杂鱼 它小的时候也是吃这么大的吗 小的时候就把这个小杂鱼嚼脆了 给它去吃的 就像小宝宝一样更容易解决一些 野生的真雕 在自然条件下 也是吃小鱼 小虾小蟹 所以 小松药 在进行人工养殖的时候 尽可能模拟真雕生活的自然环境 这样虽然成本比较高 但养出来的真雕肉质紧密 接近野生真雕 看到肖大哥在忙着喂鱼 我们记者也不能闲着 赶紧去帮忙吧 喂鱼这活看上去很简单 实际上 也有敲门 你们撒紧一点 往前方这里 水子往这里流的 往上面 不要撒到那边 撒到这边就可以 撒到这边 它在哪呢 我怎么没有看到它们 它们扶起来了 等一下就扶起来了 等一下 是不是现在还不大饿呀 花音刚落 一群真雕就浮到水面 争先恐后的抢夺食物 看上去异常凶猛 真雕虽然是在人工往下养殖 但似乎并没有泯灭 它生猛的个性 时间不长 漂浮在水面的食物 就被一扫而空 小大哥说 它养的真雕 之所以还能如此凶猛 跟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这里羊的鱼 那个水流比较急 还有它每天运动量比较大 整天都在水上 有运动量比较大 因为它有落质 比其他地方更好 你看你看 买超都是很胖的 确实 看它们就是在吃的过程当中 然后不吃的时候也是来回游 因为运动量大 那个鱼的落质 比较那个 比较好 比较紧致 哦 它的天性就是这样 不停的来回游吗 看来是一个非常火挫的鱼 真雕 属于雕刻 真雕鼠 又叫家鸡鱼 同家鸡等 真雕性情比较凶猛 所以在进行人工养殖的时候 要定期分持 否则体型比较小一点的鱼 抢不到食物 会越来越小 影响它的正常生长 像咱的真雕 是养了多少网香啊 大概 网子前面几十个网香的 几十个都有了 对对对 那这几十个网香里面一共有多少真雕啊 对 总共可能两万多三万 两万到三万 对对对 我现在很好奇啊 就是这个真雕 它从很小的时候您又开始养了吗 对对对 那一直养到大 从小妈买过来了 一直养到这么大 对对对 那这期间就是都在这几个网香里面一块养吗 没有都分开了 从小一直分开 分屁分屁一直分开了 要分开 一个周期几个月分一次 几个月分一次 一般来说 真雕从放苗开始 一直养到500克以上 可以上市销售为止 大概要分吃四次 在这个养殖基地 一共有六十多个网香 大部分养的都是真雕 我们记者发现 在有的养殖网香上面 盖着浴网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个有的鸟白鹿 会跑过来这里吃那个鱼苗 也就是说咱这个网香下面 罩着底下都是全都是小鱼苗 对对对 白鹿会吃小鱼苗 对 那个嘴巴很尖的 嘴巴剁下去 它就一条了 是这样的 可是咱这上面全都是网子 它怎么够的 嘴巴很尖的 看到一个洞 它就撞进去吃 吃得很厉害的 它看到这种边上 有那种小洞 它就会钻进去 可是咱那小鱼苗这么灵活 它能待着吗 它很精灵啊 你看它油油 它马上给它收到很快 哇塞 看来这个偷吃高手 它已经连救了一身本领了 一提起白鹿 萧大哥就气不大一处来 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 就有白鹿大模大样的 蹲在网香上偷鱼 真是防不胜防 看来真雕鱼肉之鲜美 不仅人类知道 白鹿也非常清楚 小林跟着萧大哥聊了大半天 还没来得及仔细看看这真雕 究竟长什么样子 趁着真雕都浮上来觅食 赶紧捞一条看看吧 萧大哥这个真雕 我能捞上来看一下吗 行啊你捞一下吧 好我捞一下 那个大的 这个大的 大家来看一下这条鱼 它的通体全都是红色的 而且在它的身上 还有这个 这叫荧光蓝 对啊像孔雀点一样 哦像孔雀点要特别的好看 而且它的眼睛上 对对对 眼睛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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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真雕以为小林要攻击它 一个鲤鱼打亭 见了小林一身水 这真雕果然性情凶猛 而且你看它这个背棋 还是非常锋利的 这条养了四年的真雕 体重大概有四千克 整个鱼体呈现红色 特别漂亮 潮起潮落 世世代代的泉州人 在这片河海交融的地方 繁衍生息 他们曾经见证过 古代丝绸之路的荣光 现在也依然在感受到 它留存下来的卓越风韵 并且泉州人正在 同这片大海一起 见证着新丝绸之路的崛起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农广天地 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 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 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